好,这个台风呢,外围环流为花莲带来豪雨 南区的富里、玉里浊西等乡镇 从25号傍晚起,雨势就不断 在汉应变中心都已开设了 目前伦天大桥、高流大桥以及竹林变道 都因为溪水暴涨封闭 赤克山、六十石山的产业道路都禁止通行 玉里镇东风平底部落有18人是自主撤离 而富里、浊西下午是陆续的撤离土石流浅市区的 台风杜苏瑞外围环流为花莲带来豪雨 南区的富里、玉里浊西等乡镇 从25号傍晚起,雨势不断 灾害应变中心都已开设 目前伦天大桥变道、高流大桥变道以及竹林变道 都因为溪水暴涨封闭 赤克山、六十石山产业道路都禁止通行 玉里镇的东风平顶部落18人自主撤离 富里及卓西下午陆续撤离土石流浅市区保全户 为因应杜苏瑞台风所带来的豪雨 本镇东风里平顶部落至早上开始 以自主性的避难撤离到东风里活动中心 截至目前为止,收容人数为18人 那目前时数部分已由公所收容承办人员在现场协助处理 其中富里乡公所上午召开土石流浅市区居民会议 决定撤离包括吴江、永丰、富南三个村 土石流保全户总共55户92人 富南安置于富里老人文康中心安置10户12人 吴江村安置于吴江活动中心共21户38人 永丰村安置在富里老人文康中心6户18人 统计,前市区应该撤离的户数有55户 总共有92户 所以我们把相关任务的编组 在人力集结之后 确定人力集结还有住址之后的话 我们会分成三组 包括在东里、台务所、还有副里分助所 还有永公那个台务所 我们分成三个组 究竟包括警察、包括消防 还有我们行政、还有我们乡公所 还有包括我们国军地球 会前往相关的土石流浅市区的民众 做一个欠领的动作 卓西乡公所也表示 为了维护乡亲的安全 乡公所也在下午2点到各部落 执行保全户的强制撤离行动 应撤离户数总共311户 撤离人数401人 记者公松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